圣经里面有说 哀伤的人有福了 我就是那个有福气的人 为什么 我去年有来过对不对 我记得我的开场台介绍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姓安 悲哀的哀 哀伤的哀 爱哀叫的哀 哀伤的人有福了 我是不是有福气的人 是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人家称我哀族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口险太大了 那我觉得在场的弟兄姐妹都很年轻 我希望你们可以叫我哀姐姐就好了 叫哀姐姐就好 或是你可以叫我哀公主 为什么 那你们另外觉得说我这个姓氏怎么那么特别 是不是外省人 不是 我是真正在台湾 平浦族 我的故乡在台南 以前的台南县佐证 他是一个小小的半山腰的地方 我们那边就是平浦族 平浦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姓 那哀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如果你下次看到这种哀 性哀的一定绝对 百分之百是出自台南县佐证 新华南大 好 我的子女今年读国中一年级 她很喜欢去教会 她常常跟教会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 去参加很多的训练会 新年的训练会啊 陪灵会什么都去 然后音乐造就也都去 那我看到她每到礼拜六礼拜天 她的行程都比我还要忙 我常常回到家 你那个勿体 就五件中营 比我还忙 有一次我就问她说 你怎么那么忙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夫妇说 你到底是去听那个牧师陪灵 那牧师都跟你们讲什么 你有没有学到什么 你说说看 今天牧师跟你讲什么 要你做什么 好了 我子女就想一想 就说 嗯 牧师今天说 要我们将荣耀归给主 我说 蛤?荣耀? 你说的是阿嬷在拽下 你看荣耀吗 她说不是啦 是荣耀 荣耀归给主 我说哦 你也讲清楚一点 我讲说 为什么要把荣耀 荣耀归给主 那后来我想想 诶 荣耀归给主 也是对的 为什么 荣耀是要拿来做什么 杀死虫害的 对不对 她要把那个 不好的东西杀死 可是啊 虽然她杀死那些病虫害 可以帮助我们的蔬菜 追过 长得又大又好 因为我们吃了之后也会怎样 我们也会中毒 我们也是不好的 那农药啊 跟我们身上的某一些性格一样 看起来好像是好的 事实上它一点一滴都在残害我们 所以农药归给主是对的 我们不仅要好的事情归给上帝 我们不好的 我们转入的地方 我们也要归给我们上帝 所以这是我今天的讲题 荣耀归给主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圆主我们谢谢你 圣灵啊 我们可求你 主啊 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你 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主啊 我们要将我们最好的 我们遇到凡事是好的 是幸运的 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主啊 我们也要将我们身上不好的 我们的软弱 我们不足的 我们也要交托给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将今天所有的敬拜 我们口所说的 我们心里所想的 都摆在你的面前 求你悦纳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很转 你们无论做什么 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 那其实这个经文的前面很多的篇幅 他事实上在讨论说 保罗跟哥里说的幸福 去说明说 到底祭拜过的东西 能不能吃的问题 那可能我们生活里面都会讨论 可能有人就会问我们说 你们基督徒到底不会吃拜拜的东西 你们可不可以吃猪血 可不可以吃米血 你们有没有在吃 有喔 我不晓得 我们牧师或是我们长职的教导是怎样 但是我接收到的星期 我在 现在我在神学院有修一些课 那我印象很深 牧师讲过一句话 他说喔 吃不吃都无所谓 你要吃也好 不吃也好 前提是 要彼此尊重 他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你喔 吃不吃猪血 跟你吃不吃榴莲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那个榴莲的味道很臭 然后 跟你同在一间教室的人 都觉得好臭 然后你硬要在那边吃 然后熏止大家 你就不要吃 你干嘛吃 你吃了之后让别人不舒服啊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不尊重人家 吃了让人家不舒服 你就不要吃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要吃 是因为 乖乖的东西 你觉得 啊 总有一切都是上帝所赏识的 很有信心 那你就吃 我觉得也无妨 那神学院的牧师 跟我们这样的教导 我觉得很棒耶 吃不吃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 吃不吃跟我们 有没有尊重人家 有没有爱 是有关的 我的故乡 是出产笋子 很多的笋子 那其中有一种笋子 叫 贵竹笋 细细长长的 就是很小一根 细细长长的 那可能我们去餐厅 会吃得到 就是贵竹笋炒肉丝 那这个名称啊 有人说他叫 贱笋 贱笋 那我妈妈 因为他自己很爱吃 那贵竹笋的产量很少 他就特意啊 在我们家那个后山坡 就种了一小片贵竹笋 那贵竹笋 因为他就是产量很少 他只有每年的春天大概 春天 春雨来之后 下雨大概一个月左右 他才一才收 就那个一个月 收完就没有了 那我妈妈啊 就很疼我 每次因为我是自己住在外面 然后周末才回家里去 他只要那个月听到我 要回去 就一定会去帮我摘贵竹笋 然后让我 让我 炒给我吃 或是让我带回去煮 那对我来说啊 其实贵竹笋它有两种 我应该先请问 知道贵竹笋长得怎样的举手 知道的举手 没有很多啊 没有很多呢 好 那 对我来说贵竹笋有两种 一种就是用来什么 炒肉丝是吃的 另外一种是用来 打小孩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有没有长辈要说 那为什么贵竹笋用来打小孩 打小孩 其实因为贵竹笋它长得细细 贵竹笋不是我们想像那种 麻竹笋那么大 它的筋没有那么大 它是很细 就是可能跟手指笋差不多的大小 都细细的 那你知道那个 安姐姐那个时代啊 是有提拔的 老师很爱打人 那打人就有工具啊 那我们山上就很多贵竹笋 就是这样细细长长的 那老师最喜欢拿贵竹笋大的 那乡下的父母亲啊 他们都很尊重老师 对老师都很好 他们除了哦 他们很爱送礼物给老师 但是啊 送的不是贵竹笋炒豆丝 送的是用来打小孩的贵竹笋 那我记得我们乡下 因为路边就会有贵竹笋 那有时候 就会听到那种大人 就在弄那些贵竹笋 然后就说哦 这一支最好的 这个哦 拿去送你们老师打小孩最好的 送你们最好的 你看 那个 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样哦 无论我们做什么 或吃或喝 都要荣耀上帝而做 我觉得啊 父母亲把贵竹笋给我们吃 可是也送贵竹笋 让老师打我们 都跟这个经文一样 他其实背后的意思都是出于爱 出于爱我们 那 有一个笑话这么说 他说有一阵子啊 新闻就常常报导说 常常有独居老人 在那边一个人住 那可能身体不舒服 然后就在家里过世了 然后而且过世了好几天都没有人发现 那等到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怎样了 我失臭了哦 那这个呢 政府为了防止这种不幸的事情在发生 他就开始命令他 那个 市长就开始命令说下面的各局处 这些管区警察啊 没事哦 就要多多打电话 关心你们那个管区里面的独居老人 看看他们有没有平安 那其中有一个局处啊 他打电话 关怀的时候就说 喂 啊 请问某某阿公在不在 我这边是市政府的殡葬管理处 我代表市长关心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需要我们殡葬管理处 为你服务什么 听起来触眉头 另外一个警察就说 就打电话给一个 也是一个阿公 他打好几天都找不到人 第一天打第二天 打一个礼拜都找不到人 他想说哦 怎么会这样 诶 打好第七天的时候 这个阿公终于来接电话了 这警察 天生就说 哦 我是那个管区的警察啦 阿公 你还我吗 哦 我脖子还放电话呢 我就说 你是发现什么事 结果这个阿公就回答说 我已经没在的了 跟你说话 鬼啦 神学家巴克来说 如果我们想要荣耀上帝 就必须对周围的人 负起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爱 如果我们要荣耀上帝 我们就要对周围的人 负起责任 这个责任背后的最大最大的用力 是爱 因为爱 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自己过得更好 那我在更新周刊里面 从事编辑工作 有些人会介绍说 我是更新的主编 主任编辑主编 那我喜欢说 我是主编没有错 可是其实更新是主编的 是我们的主耶稣 是我们的上主编的 主编是我们的耶稣 我在编辑更新 大概有七八年了吧 那其实在从这个 许多许多的见证里面 我看到很多 发现很多很多不同的 现象跟恩典 那 因为爱 所以我们要把 努力把自己过得更好 很多的投稿 做见证 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很用心 因为你知道吗 我收到的稿件 很多人是不会写武藏的 他有一片密密麻麻 然后就从第一个字 接到第一千个字 完全都没有断行 你知道我们读的人 就是喘不过气 打字的人 因为打得很紧张 因为第一个字到 最后一个字 全部都连在一起 看不懂他在写什么 可是啊 用心去读的时候 你发现 真的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耶 前阵子我们有看那一篇见证 他是从中国 嫁到台湾的一个外籍新娘写的 那我不晓得你们 可能当中有人读过这篇文章 他在描述说 他被他先生家暴 然后打到他受不了 他只好离开 离家出走 然后他在离开家的时候 认识上帝 他去教会里面 认识了耶稣 因为那个文章最后他写说 他要很感谢他的前夫 感谢他把他打进上帝的外抱里面 如果不是他先生 拿着刀对杀他 他也不会离开 他也不会认识上帝 那我看到 可能弟兄姐妹看到更新的这一篇见证 会觉得他就是见证了 没有什么 可是你们知道吗 当我打电话给这个 写见证这个姐妹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啊 他在嫁来台湾之前 是在中国做美髮的生意 就是帮人家洗头 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他不太顺制 他真的不太会写字 我说怎么可能 我看你那个稿子啊 都写满 而且写得很整齐 句子也都通顺耶 你怎么可能会是不识字啊 他就对啊 他真的不识字 他们说可是你姐这么好 是别人帮你写的吗 因为哦 照我的理解啊 我们 所知道的中国人会写什么 我们是写正体字 就是所谓的繁体字 那中国人习惯写什么 简体字 但是这个姐妹她的稿片 全部都是写繁体字 没有繁体字 我就觉得很纳闷 怎么可能 中国过来的弟兄姐妹 应该是写繁体字啊 我就问她说 那你怎么会写繁体字 她说哦 因为我就是在中国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我过来的时候 我因为被我先生打 然后被安置到 到那个 护佑中心的时候 里面的人鼓励我要学写 要读书写字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本字典 一个字 一个字 慢慢查 她那本字典是繁体字 所以她就学繁体字 她说哦 那一整天见证 一边写 一边查字典 不懂的词 不懂的字 她就去翻 翻不到 她去问人家 问看怎么写 她很辛苦 她大概写了两三个礼拜 才把一天 大概一千五百字的见证写完 我听了觉得很感动 因为完全看不出来 很难相信一个 来到台湾 她原本不是字的人 她为了要见证上帝 她努力去查字典 努力去学写字 后来这个见证要刊登之前 我就打电话跟她联络 因为她 她说她要用笔名刊登 我们做编辑工作久了 其实有时候会担心 因为牵涉到某一些 故事里面牵涉到某一些 可能担心会有隐私的问题 尤其她又是被她 之前的先生 加爆 那我就问她说 你真的用笔名吗 你真的要用真实的名字吗 你会不会担心说 可能你的前夫啊 或是其他的家人看到 然后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然后去什么教会 会对你造势怎么困扰 她就跟我说 没关系啊 我就是要用真实的名字 因为我就是要荣耀上帝 我就是要做见证 这个故事是真的 所以我怕别人知道 她很勇敢 她真的就用了真名 然后刊登出来之后 她请我们 寄了两百分给她 她 后来我又收到她一封信 她说 她在寄到 收到我们那一疊更新之后 她好开心 她觉得她终于可以 把她的故事 虽然之前是这样 被打得很凄惨 可是她 因为这样认识上帝 而且她还写成文章 她很开心 就那天上班的时候 就一大跌更新 做结论的时候 她就从车子这一头 一直发 整条列车都发 来回发了两次更新 直到她上班地点 到了下层 她来回发了两次 她就说 她只要拿给人家 就会跟对方说 这个是我的故事 我就是这里面这个人 这个是真人真事 这就是我的故事 希望你来认识耶稣 跟我一样 认识耶稣 她这个姐妹很勇敢 她就说 后来 捷运发完之后 去上班了 发给她的同事 下班之后 她又跑去 她之前就是收容 她的那个 受报 安置受报妇女的地方 用抱为别分心 她就说 她觉得在那边的姐妹 比她更需要耶稣 因为耶稣 才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脱离那位同事 所以她又把更新给到那边 我听到私底下跟这个姐妹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简单 她可以 因为要 为了要见证 为了要荣耀上帝 她觉得 她不害怕别人怎么看她 但不怕说 人家会不会 私底下窃窃私语说 哎呀你被你老公罚啊 怎么丢了你的事命 这么敢讲 她会不会怕说 你老公会不会知道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做礼拜都追过啊 她完全不怕 因为她觉得 她就是要荣耀上帝 她上礼拜我刚好打电话给她 我问她说 那你最近好吗 工作有没有顺利 她就很开心 她说 有啊 我现在喔 开始做业务工作 因为她还有一个孩子 她需要养她 她说 我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因为当别人看到我 这个整个过程 我从一个被打的家暴婦女 到我可以独立上班工作 养这个孩子 人家就会知道说 信耶稣的人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要自己做得更好 我是觉得很感动 一个 中国来的一个姐妹 她这么有信心 因为认识的上帝 她这么有信心的在生活着 好 嗯 好像是下个礼拜六日 是不是要举行鸡策 对吗 那我想要问一下 当中有人 有人就是要考鸡策的举手 两位而已吗 三位 有喔 那有没有人 好 请报一下 有没有是家里的小孩 或是你的 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也是要考鸡策 或是学策的举手 今年要大考的举手 有吗 都是有 好 那我想要请问你们喔 后面那两位 摔哥都在要考鸡策 就是你们还考鸡策 你们有没有希望大家为你们祷告 鸡策可以考的很好 她说好 不好喔 不要这种祝福喔 有没有 特别请那个长老指示 或是传道为你们祷告说可以考是很顺利的 好 没有喔 没有喔 那是要帮你们祷告说你们考得很棒吗 好 已经没有了 或是这位是妈妈对不对 妈妈是家里的小孩要考 就是她 就是她 妈妈有没有希望我只鸡策考得很好 有喔 那你可以想想看 诶 为什么计策要考得很好 如果考试成绩考得很好 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 后面的摔哥要不要说一下 好 我讲一个故事 前阵子有一个牧师跟我说 她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女孩子 就是今年要考 大学 高中市大学是学测 对 她就说这个女孩子要考学测 然后反来跟 跟牧师说 牧师牧师 请你帮我祷告 我今年要考学测 怎么样我可以考到我 就是 喜欢的学校 然后牧师就说 嗯 我为什么要帮你祷告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笑一跳就说 因为你是牧师啊 你当然要为我祷告 为我祝福啊 然后这个牧师心里面讲说 这个女孩子 其实已经功课非常好了 读了就是那种 台北的第一次院的 的学校 功课这么好了 还要祷告学测考很好 然后她就觉得这个女孩子 平常就这样一步拽拽的样子 这样有时候看到牧师这样爱理不敌 所以这个牧师就故意叼满她 她说 我干嘛帮你祷告 我是牧师就一定要祷告你 考得很好吗 那你考得很好要做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学测考得很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女孩子就吓一跳 说 没有啊 你是牧师就是要帮我祷告啊 好 这个牧师就跟她说 好 要我帮你祷告祝福 我可以 我们要约法三章 她就开给这个女孩子三个条件 第一 你一定要来教会做礼拜 不管隔天有没有考试 因为她说她常常看到这个女孩子 如果隔天要考试 今天就不来做礼拜了 小组团庆就不来了 就是为了考试什么 考试最大 然后其他金拜都不重要就不来了 好 有人在偷笑是不是 好 第二 牧师跟她说 你不可以再骂你的爸爸妈妈 骂你的嫌弃你的老师 什么老师在说老师很机车 怎样 你不可以再抱怨了 好 因为这个牧师说 这个女孩子因为她成绩很好 各方面都很优秀 就是有点拽拽的这样 然后就常说老师很机车啊 出了很多题目啊 怎样怎样 爸妈很罗咒 妈妈很烦欸 她常常在碎碎念她身边的人 好 第三 牧师他的条件是 你的好成绩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要去想 为什么你要有好的成绩 为什么你在学校要有好的表现 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你自己 是要为了荣耀上帝 所以当你有好的成绩 你在学校得到老师 的赞美的时候 你要用这个去帮助你其他的同学 不是只有你自己开心而已 你要帮助你的同学 好 牧师就是这样跟他约法三章 第一 要来教会做礼拜 不管隔天有没有好事 第二 不可以再骂爸爸妈妈 不可以再嫌弃老师 第三 好的成绩 好的表现 是为了荣耀上帝 不是为了你自己 结果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这个女孩子回去 她没有马上答应牧师喔 你看她真的很拽 她说好 牧师我回去考虑看看再告诉你要不要答应 好 过了几天 这个女孩子就传几句给牧师 就说 好牧师我答应你 就是这三个条件 那你要为我祷告我 就这样子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她说 牧师就说 她妈妈自己跑来跟牧师说 说牧师好奇怪喔 我家那个女儿 怎么最近变了 好 回来就跟我说 她今天帮助同学做了什么事 然后很快乐 然后她也会主动说 她跟我们去教会 不会说为了要考试 然后不想去 她觉得她女儿改变了 牧师你到底跟她讲了什么 然后牧师就跟她说 她约法三章啊 牧师的用意很简单 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 你不要只想到说我 可以怎样 你应该想的是说 当我有好的表现的时候 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就像我刚才提的那一句话 神学家巴克来说 如果我们想要荣耀上帝 就必须对周围的人负起责任 要负起责任 你荣耀上帝才会有意思 那你的责任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学生 你觉得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要对你的家人 你身边的同学朋友 负起怎样的责任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妈妈 是一个爸爸 你每天都要接送小孩 每天都要管小孩 但是你的责任会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是别人的好朋友 你对你朋友的责任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什么都不是 身体很病痛 我常常就躺在家里的床上 就是很不舒服 什么都不能做 可是你也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病人 你可以用什么来荣耀上帝 你作为一个病人的责任 会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上都有一个责任 上帝都给我每一个责任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责任 做人家的小孩的时候 有小孩的责任 做好朋友的时候 有好朋友的责任 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 我们要去想一想 那个责任是什么 无论或做什么 或吃或喝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 一切都要出于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拣选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 主啊 求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 主啊 当我们嘴巴说 我们要荣耀你的时候 主我们是只是嘴巴说 还是我们真的打从心里这么想 而且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 有真正的表现出来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希望我们有好的成绩 好的表现 不管是在学校或是工作上 或是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去思想 我们为了有好的表现 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凡事都为你能做 我们凡事都出于爱 让因为荣耀你的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也可以得到好处 主耶稣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师奉靠你的名 你能 好 那我接下去用很短的时间 来做我们的事工报告 上礼拜刚好一个妈妈 就是因为下礼拜要机车都在局 那这个妈妈她就打电话来 给我们要了2000分的分心 她说因为接下来机车还有学车啊 很多学生要考试 那你知道那个去考试的时候 都有陪考 对不对 爸爸妈妈都会去陪考啊 那陪考的人在外面都都在干嘛 打瞌睡啊无聊啊 看杂志啊看报纸 她就说这个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她就给我们要了2000分的更新 她说他们要去考场发更新 那这个妈妈她的概念很简单 她说她知道2000分的更新发下去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看 那会看的人也不见得会因为将来认识耶稣 她说没有关系 因为她的概念只有一个 你要让这些看的人心里面 有一个印象说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 这个神的名字叫耶稣 她只要有这个概念在就好了 她也许当下不会来教会 她不会马上认同 可是当她有一天需要的时候 她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 叫耶稣可以帮助她 所以她说她就需要做什么工作 那刚好昨天有一个同事跟我分享 她就说啊 她有一天接到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 接到一通电话 那电话那一头那个妇人就问她说 请问你们这个更新在做什么的 是什么单位发行的 然后我们同事就问她 就觉得很奇怪她 怎么会打电话来问 就是摸不着头绪的问题 然后后来对方就说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很奇怪 他喔 他好像要关心我 可是喔 又不知道要跟我讲什么 但就默默的放了一份更新在我的桌上 然后就拿来看 想说这造成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 莫名其妙 要放在我桌上 因为她读完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奇 她就打电话来 就看后面的电话 打电话来 那我们这个同事就说 诶 如果啊 是你拿到一张单子 看一看 觉得没有什么兴趣 就怎样 丢掉啦 或是等一下吃饭的时候 拿来变你的便当 根本不会在意 可是居然有人会 看了之后打电话来 代表他怎么了 接受到那个讯息了 引起他的兴趣了 哇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 我们所发行的这些看物 他不见得当下 会让每个人都会 愿意认识耶稣 但是会有一个讯息 留在他的脑袋里面 只要这样子就足够了 我们期待圣灵圣他的东宫 在这个所有可以接受到人的身上 那包括这个所有的出版的刊物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人 有机会去认识耶稣 有机会听到耶稣这个名字 那我邀请各位可以 你可以将手边的更新 你就发送给不认识的人 你害羞 你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 都没有关心 你就一定要默默的拿给他 放在他桌上 投爱他的信箱 让他自己去看 好 那你也可以为我们的需要来 代祷跟奉献 那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来 来祷告 那我知道年轻朋友 你们都有玩Facebook 对不对 都有脸书 你们有没有那个 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脸友 有没有 就是脸书上互动很频繁 可是你 事实上你根本没有跟他见过面 有没有 没有喔 诶好奇怪 有耶 那个姐姐我有这种 很多这种朋友 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脸书上一直 就是他会回应我 会回应他这样 那你知道 可能这个时代 习惯用的是脸书 那姐姐那个时代 称为笔友 像我今天啊 今天来的时候就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有一个多年 都不成后面的笔友 今天见面了 那我好紧张 你知道吗 他就在我当中 他是我 大概四五年 四五年的笔友了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然后这个 我的这个笔友 非常会写文章 很会写 他帮助我们更新公报社 写了好多好帮的文章 其实我一直想要见这个笔友 今天终于见到的 就是我们的 范医师 我们的范券丹 谢谢大家 我为什么特别提到他呢 因为文字工作真的只要谢谢 像范医师这样子的人 他愿意把他所见所闻 他的信仰体会写下来 其实公报社的出版物更新也好 教会公报也好 就是有这么多人愿意 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让每一篇文章都变得很好看 所以我原请各位 因为我的笔友 已经好久都没有写信跟写文章给我的 麻烦各位要帮忙吹逼他家 变到变就要吹到 好我最后一个故事结束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保险公司做业务 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其实那个保险公司都有一定的业绩的要求 那他们公司规定啊 每个人一个月至少要报 不知道多少钱的业绩 那如果没有达成目标要处罚 处罚的方法是什么 去做资源回收 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做资源回收 就要捐五百块去做善事 因为处罚才去做善事 因为处罚才去做环保跟去捐献 这样有没有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在教会里面 如果不去传福音 不去奉献 没有为人家付出 我们会不会被处罚 也不会被处罚耶 但是我们应该要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努力去传福音 为人家祷告 努力的关心别人 我们会得到什么 好 愿佼佼公报社出版的每一项贪物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文字施工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成为传福音 以及荣耀上帝最好的器皿 谢谢